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与逐法定人数 那等一下我相关部会我们就是请副首长先报告 那赵立将总辞之后啊 他就不是部长了也不是主委了 赵立将但是根据我们的相关的规定 我们仍然可以以这个社会选择人士邀请他来 所以所以到现在为止他现在 就目前为止即便他已经被打电话说确定留任 或者确定告升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 他的身份他就现在目前了 否则的timing 你知道今天他不是部位首长的 他已经辞掉了 他已经辞掉了 可是我们还是请他来 他们愿意来 大概各位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应该是应该这几位都是留任的了 央行总裁没有任期的问题 没有留任的问题 因为他有任期保障 那主委跟部长应该是几乎啦 我再猜啦 应该是应该是留任了 否则他就不会来了 大概跟各位说这样的一个宣告跟报告 我们今天之所以十点开始要配合他们 他们要总辞之后照相 我们必过来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请副首长先报告 那各位如果要问副首长也可以 稍微等一下等首长来 也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原来的首长马上是首长了 好 我们现在正式的开会 请议事务宣读三次会议的 议事务 先读立华院第十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 第十五次前提委员会议事务 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九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一九十至十二十十四分 地点本院琴县楼九楼大礼堂 出席委员吴秉瑞委员等十四人 内席委员洪孟凯委员等十四人 内席官员金融建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审查 一本院委员刘兆豪等十八人理据保险法 第107条条文修正查案案 二本院委员赖斯堡等23人理据保险法 第138条至2条文修正查案案 三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九人理据保险法 第177条条文修正查案案 讨论事项严列第三案之本院民众党党党团 理据保险法 增定第143条之7及第143条之8条文查案案 该党团要求本日暂不审查 基因委员赖斯堡说明提案要指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 回应委员提案后 既有委员吴秉瑞等12人提出咨询 金金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 财政部政务次长吴志欣等相关人员已已答护 委员林德胡一天正正前首提书面执行 经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书面执行或请补充资讯 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一周内已书面答护 决议 以本院委员刘兆豪等18人理据保险法 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委员赖斯堡等23人理据保险法 第138条至2条文修正草案等二案 以第107条条文 以委员刘兆豪等18人提案修正如下 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违背保险人 定例之人寿保险契约 除伤障货用之给付外 其以死亡给付之约定 以被保险人满15岁时 实生效力 前项商账会用之保险金额 不得超过遗产及正义税法 第17条有关遗产税商账会 扩除了之一半 前二项以其他法律令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二 第138条至2条文 以委员赖斯堡等23人提案修正第二项 及第三项如下 其以经照案通过 人生保险契约中属死亡或失能之保险金部分 药保人以保险事故发生前 得预先洽定信托契约 由保险业担任该保险金信托之受托人 其中药保人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人 该信托契约之受益人 并因为保险企业之受益人 且以被保险人未成能人受监护宣告 尚未撤销者为限 前项信托几户属本金部分 视为保险几户 信托业依信托业法规定 担任保险金信托之受托人 且该信托契约之受益人 以保险企业之受益人为同一人 并以被保险人未成能人受监护宣告 尚未撤销者为限者 其信托几户属本金部分 一同 山安宾案审查 环境年纪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 宴会讨论前不惜交友党团协商 宴会讨论时 由赖召集委员世保补充说明 本院委员江永昌等 19人领及保险法第177条条文 修正查案案 以几办公听会后令哲奇继续审查 通过临时提案一案 宣读完毕 谢谢宣读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三次一次录有意 没有我们一事录确定 请一事录宣读今日的议程 邀请中央银行洋总裁金融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雇主任委员立雄 财政部书部长建荣 就我国推动行动支付的相关规范 以面临可能咨询安全风险的因应机制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先读完毕 向委员报告 当初我们上个礼拜订这个议程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今天要照相总词之类的 所以就还是列上原来首长的名字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等一下报告就请副所长带回报告 所长他们现在都还在请职总词当中 还要照相 我们现在报告審查之前 我们介绍在场委员跟与会的政府的官员 首先介绍吴炳内委员 郑明总委员 蔡碧如委员 杨琼英委员 杨航的原副总裁 其他的 杨航底下的这个相关主管就请执行参与 金管会的黄天慕副主委 财政部的阮次长 台湾银行董事长 吕董事长 邱总经理 土地银行的黄董事长 谢总经理 赵峰银行的张董事长 蔡总经理 一银行的廖董事长 郑总经理 华乃银行的张董事长 张总经理 合作金库的雷董事长 陈总经理 张万云朗的林董事长 黄总经理 周晓庆的黄董事长 以及张总经理 输出路云朗的林理事主席 刘总经理 刘总经理 谢谢 那么 今日一程 我们安排 中央营朗金管会财政部 就我国行动支付的 相关规划 与面临可能的 知性安全风险的应用机制 提出专题报告 我们请相关的部会的主管 做专题报告 首先请央行的严副总裁 进行专题报告 请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以下央行警救 财经公司协同金融机构 制定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的原油成效 相关规范 及资讯安全的风险应用机制 提出报告 尽情指教 财经公司系 根据银行法 第47条之三设立的 负责金融机构间的 资金移转 账务清算的 金融资讯服务事业 主要在促进金融业的 资源共享 资讯互同 以及提升金融体系的 自动化服务 它主要的业务包括 提供ATM的跨 提款转账 大众汇款 全国缴费税 及企业拨款等支付交易 为国内的关键基础 金融设施之一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有关 财经公司制定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的缘由 首先我国支付 电子支付工具发展多元 在国内主要的电子票券 流通概款 请参见表意 以2019年为例 使用电子支付工具 消费的金额达到4.27兆 较三年增加了12% 其实我们知道 推动行动支付 为国家重要的既定政策 2017年 行政院将发展行动支付 列为重要的政策之一 并且期望在2020年 与行动支付的普及率 能够达到90%的目标 由于国内行动支付 QR Code的规格互议 无法互通 个别商家与个别支付业者的 间接不变 延伸出许多的管理成本高 民众难以辨识度 及使用等等问题 此外 支付业者众多之下 许多中小型银行 或基层金融机构 碍于其服务规模 或资源配置 无法参与行动支付 不利于整体金融市场的 健全发展 2017年9月 财经公司在财政部的协助之下 协同银行共同制定了 QR Code的共通支付标准 希望透过既有的 跨 跨韩金融资讯服务系统 及该共空的标准 以建立我国 互联互通的共用平台 我们简称QR Code 共用平台 以打造我国行动支付 数位金流的高速公路 让各银行 基层金融机构 社会大众及三家 共享行动支付的便利 实践 普惠金融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 是有关财经公司 QR Code的 共通支付标准的 交易量情形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截至2019年底 共有32家金融机构 超过10万家的特约三店加入 累计的交易比数金额分别是 1482万笔 及669亿元 2019年交易金额达到了 498亿元 较2018年成长了两倍 在报告第三部分 有关财经公司 适用的规范及资讯 安全风险的 因应机制方面 由于QR Code的 共通支付标准的 参与机构 有财经公司 银行业 及基层金融机构等 为了确保 整体金融支付 体系的安全运作 金管会已经针对 相关的 参与的金融机构 制定相关的 法令 银行公会 亦分别就不同性质的业务 制定了产业 自律规范 以下仅就财经公司 办理的 适用的规范 及资讯安全的 风险机制 说明如下 第一点 在适用的 相关规范方面 第一项有关 财经业务开办的 法令依据 我们看前面已经报告 是根据银行法 47条之3的授权 第二项是有关 财经公司 支通安全管理的 法令依据方面 主要是 支通安全管理法 及相关的细则部分 包括有 支通安全管理法 事行细则 支通安全责任 等分级制度 等等的规范 第三项是 有关银行 公会 相关自律规范方面 主要包括了 金融机构 办理 电子银行业务 安全控管 作业基准 等等的规范 第四项是 有关财经公司 亦采用了 国际卡的 安全规范方面 主要是 参采国际卡组织 在制定开发 建制卡片 组成等等的 安全规范规格 第五项是 有关于 国内卡 国内卡共通标准的 规范方面 主要是 财经公司 以协同金融机构 制定了 国内金融机构 资讯系统 相关的卡片组成 讯息规格 资料传输 等等的规范 第六项是 有关在 跨韩 结清算方面 作业方面 只要使用QR Code 共同支付标准的 进行的交易 涉及到 金融机构之间的 跨韩 资金结清算的作业 都要按照 央行 同业资金 电子化 调拨 清算业务 管理规定 要点办理 第二点是 有关财经公司 在 资讯安全 风险的 因应机制方面 第一点是 有关财经公司 务必要遵守 前述的法令 与国内外的 相关安全规范外 并加强 资安的 安全防护 以维护 行动支付体系的 安全 请翻到下一页 第二点是 财经公司 持续强化内部 资讯安全管理 的制度与程序 特别是 财经公司 也委托 外部第三 第三班 专业机构 定期办理 渗透测试 弱点扫描 等等的演练 以确保 跨韩金融 资讯体系的 及金融支付 相关系统的 运作安全 第三点是 财经公司 以持续建立 符合国际 标准的 资安品质 也取得 多项的 国际 标准的 验证 报告的 第四部分 是有关 财经公司 将 有各国的 推动的 时程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 我国推动的 时程 是较新加坡 澳洲 马来西亚 及日本 这些 围兆 未来 财经公司 仍会将于 金融机构 共同推广 行动支付 以提供 社会大众 更便利的 使用方法 在报告的 结论部分 长久以来 财经公司 在提供 跨韩服务的 中立角色 并协同 金融机构 因应科技 市场发展 及民众需求 经济各项 跨韩支付的 金融基础设施 取得金融体系的信赖 未来财经公司 仍将与 协同金融机构 共同发展 创新服务 与强化 普惠金融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 袁副总裁的 一个说明 谢谢 那么下一位 请金管会的 黄副主委 黄天幕副主委 报告 周三里报告 尽量尽短 主席各位委员 先进 大家好 今天大院 第十届 第一会起 贵委员会 第十六次 全体委员会 以成贵委员会 邀请 就我国金融机构 推动行动支付的 相关规范 与面临可能 资讯安全的 因应机制 进行专题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第一 我国电子金融 发展的概况 现行银行已经提供客户 透过网络银行 进行转账 汇兑 缴费 缴税 购买基金 等金融服务 随着 资通科技的发展 亦提供 线上开立 数位存款账户 申办贷款 及信用卡等 以提供民众 更便利的 金融服务 为因应银行 数位化服务 发展趋势 及满足消费者需求 经参考 国际间存网银行 这些经营模式 跟实物现况 本会于107年 11月14日 修正发布 与存网银 设立有关之法规命令 并于108年 7月30日 许可三家 存网银之设立 上开存网银 预计将于 本年第三季 以后陆续开业 加入提供 普惠金融服务的行列 国内目前 既有四家 专营电子票证机构 一家 兼营电子票证的银行 五家 专营电子支付机构 及23家 兼营电子支付机构 还银行 邮政公司 跟电子票证 发行机构 截至去年12月底 电子票证 总流通卡数 为 1亿2614万张 108年度 累计消费金额 为新台币 以下同 882亿元 电子支付 使用者人数 为 692万人 108年度 累计 代理收付 实质 交易款项金额 为422亿元 令 截至108年 12月底 信用卡 发卡机构 加速为33家 总流通卡数 为4739万张 108年度 累计 签账金额 为3兆 2227亿元 令我国民众 持有手机等 行动装置 普及 行动支付服务业 逐渐改变 消费者的支付习惯 我国金融机构 已推出 包括行动信用卡 行动金融卡 行动电子票证 电子支付机构 实体通路支付服务 行动收单等 不同泰样的 行动支付服务 截至109年2月底 总交易金额 已达2157亿元 2 电子金融资安 基本规范 本会对于 电子金融之间 理重点在于 兼顾资安 效率及 消费者保护 相关资安要求 说明如下 第一是 金融机构 办理电子银行 业务安全控管 作业基准 鉴于电子银行 可提供转账 及交易知识 等线上金融服务 为确保民众 使用电子银行 交易之安全 及保障消费者权益 本会引起银行工会 订定金融机构 办理电子银行 业务安全控管 作业基准 就银行 线上服务之交易面 管理面 环境面 及端末设备面 订定相关安全需求 及安全设计 例如明定交易类别 及对应风险 交易面之安全 防护措施 及设备需求 客户身份确认机制等 二 定期检测 一 金融机构 办理电脑系统 资讯安全评估办法规定 金融机构 就涉及 直接提供客户 自动化服务 或对营运 有重大影响的系统 需每年委托 外部专业机构 进行安全检测 其中对外 营运之重要网站 每年上许 委由第三方 专业机构 办理资安渗透测试 强化资安防护能量 二 依据金融机构 提供行动装置 应用程式 作为规范规定 金融机构 提供客户使用之 行动装置 应用程式 以下检程APP 每年需委托 专业机构 完成安全测试 新功能上线 会有调整异动时 应应办理相关检测 三 资安演练 建立分散式阻断服务 DDOS 供给之监控 与事故应变机制 各金融机构 均以本会要求 建立DDOS 攻击监控 与事故应变机制 每年完成程序演练 并与网路服务 供应商合作 购买流量清洗的 营养措施 二 强化自动归研机 资讯安全服务 三 配合请政院国家 资同安全汇报 进行网路工房演练 四 营运不中断 为确保金融机构 营运持续运作不中断 本会引起 银行公会评估订定 相关的作业规范 第三 我们报告 金融机构 办理行动支付 相关资安规范 为强化金融机构 办理行动支付 相关资安防护 本会以银行公会 订定相关规定 及自律规范 我简要说明 一个是金融机构 要提供行动装置 应用程式作业规范 第二个是金融机构 提供QR Code 扫描支付应用安全规范 第三个是金融机构 办理行动金融卡 安全控管作业规范 第四个是信用卡业务 办理行动信用卡业务 安全控管作业基准 第四个报告 金融机构 面临可能资安危险的应用机制 这里面为了要健全金融发展 保护消费者资料安全 跟维护金融稳定 本会以积极 从下面几个购面来强化 第一个是完备资安规范 除了在金控公司 跟银行业内控的规定之外 还有要求设置资安主管 提升董事会资安智能 跟推动资安人才的培训 第二个是加强金融资安联防体系 我们已经成立了 金融资安私讯分享中心 收集国内外金融的这个勤资 那么所有金融机构 都已经加入FISAC 第二个我们在去年三月起 成为美国FISAC的会员 并从去年十月跟日本签订MU 所以扩大跟国外的勤资的 这个安全跟交流 协助资安事件的应变处理 提升金融体系的资安防护能力 第三个是要办理 本国银行的资安宣导说明会 那这部分就请各位长官参阅 第四个是强化纯网路银行的监理 那这里面包括对纯网路银行的 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 资安 消费者保护信誉风险等等 以及公司治理等等 另外我们会要求 对流动纯网的监理规划 跟建制方案中 也要求对它的流动性风险 进行及时的监控 透过APP的程式等等 导入监理科技等相关的这个程序 那么这些系统都会配合 陈网银的这个开业来正式上线 那第五个是强化数位 金融数位的查核 这里面包括数位查核跟风险控管 资讯专业查核能力 跟资安相关规定违反的监理措施 那最后 鉴于资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资讯安全防护意义与时俱进 我们除了会继续要求 金融机构落实执行 相关资安规范之外 也会持续了解 国内外资安发展趋势 滚动检讨相关资安规范措施 来督导金融机构 在兼顾个人资料保护 资安控管跟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之下 发展行动支付业务 满足民众跟金融服务的需求 创造安全效率 消费者的支付环境 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 谢谢方副主委的这个专题报告 最后一位请财政部的软赤早 做专题报告 请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 今天贵委员会就我国 推动行动支付的相关规范 跟面临的资安的相关问题的 因应机制 进行专题报告 那本部请要列席 深感荣幸 请就本部涉及 本部的业务部分 做简要说明 进行指教 那在推动缘起方面 为配合行政院 数位国家方案 及协助落实 普及行动支付政策 那本部透过 106年成立的 公共事业金融科技 研发成果 整个平台 督导 公共行库会同财经公司 在106年 9月19号 共同推动 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 以标准化的QR Code 规格 建立资讯互通 资源互动的行动支付交易机制 来整合 公股及民营银行的资源 强化资安 控管的机制 并以国际接轨 打造经济安全性 及便利性的行动支付环境 在推动成效方面 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 有8家公股行库 率先导入 从民国106年 推动到今年为止 总计8家公股行库 使用者借接数 导入商家数 交易量 及市场渗透率 均大幅度的成长 使用者借接数为 金融卡317.8万户 信用卡46.1万户 累计交易量 达到1495.7万 新台币达到468亿元 公股行库加入QR Code 公通支付标准 以扩大运用场域 及提高 使用者为目标 推动进程 循序以整合生活账单 导入超商 结合信用卡 等步骤 透过缴税 缴费 消费 转账 等四大面向 与民众十一住行 各项生活层面 充分的结合 109年3月 缴税 包括综合手务税 房屋税 地价税 及使用牌照税 缴费 包括公用事业费 规费 学杂费 等各项生活账单 总计达到6000一项 消费部分导入商家速度为金融卡13.7万加 信用卡2.3万加 公务行库积极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为行动支付打造多元完善的生态圈 提供安全便利的服务 那么在资讯安全方面 本部督导公务行库推动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 在业务拓展的同时 也要兼顾风险的管控 公务行库就 行动支付的资讯安全措施 均遵照银行工会 全国联合会订定的相关规范 来执行相关的业务应用的安全控管机制 并透过财经公司统一资安控管机制及技术规格 就购物及缴费等交易进行逐笔检视 避免篡改违造确保交易的核实入账 完备交易资讯安全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那么 结议方面QR Code 共通支付标准具有共通规格的特性 从106年由公股行库率先推动以来 建构开放与互通的优质行动支付环境 那未来公股行库将持续规划与商家业者合作 结合民间的资源扩大 应用与优化服务便利民众支付体验 那么 鉴于数位化 电子化 行动化的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主流 那么本部将督导公股行库 落实资讯安全的法规 健全资安的控管机制 掌握资安风险最新的动态 及时检视资讯面 交易面及制度面相关的控管作业中的 有效性及完整性 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趋势当中 能够兼顾业务的拓展 营运的风险及客户的权益 达到普惠金融及创新经济的政策目标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 宁华队长的报告 那么向文会报告啊 这个因为今天行政院的内阁是总辞的 所以理论上 我们的部会首长都是辞掉了 可是根据我们的宪法67条 各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的人員到會備詢 所以今天就兩位一個顧主委顧立雄主委 一位是前主委 這個蘇俊榮前部長 他可能也是未來的部長 也是未來的主委 他們兩位今天是以社會人士來這裡備詢 根據憲法是這樣規定的 憲法67條規定 這樣規定 所以央行的副總裁可以離開 因為總裁是有任期制的 可是兩位次長不可以離開 今天你們是在這裡作證 顧先生還有蘇先生 他們是社會人士來這裡備詢的 好不好 我們做這樣的說明 這憲法規定的 根據報告 好 我們現在開始審查 做以下的宣布 每位的出席委員 時間 8加2 列席委員5加1 上午11點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按順序 請首第一次登記的 登記一位第一位的 胡平六委員諮詢 請 來 主席 麻煩請央行 楊總裁 來 總裁請 總裁 現在這個資安的防護 就最近的時間 中油被害很嚴重你知道嗎 中國石油公司啊 前一陣子被這個 駭客 對 這個我知道 好 那所以現在 你們現在 對於央行的資安防護 你們現在進行做得怎麼樣 我們資安的防護呢 我們做得相當好 所以都有準備好了 都有準備好 那我們的外匯存體 現在有四千多億美金嘛 是 那個會不會被駭客攻擊啊 應該是不會 不會啊 絕對不會 是 謝謝喔 麻煩請你回座 好 謝謝 我要 還是要請 金管會顧主委 好 金管會的顧主委 無論顧主委是不是要高升 他現在也還沒交接嘛 所以請金管會顧主委 現在就是先生啦 顧主委 顧前主委先生 他還沒交接啦 謝謝沒關係啦 還沒交接 還沒交接 也不用交接啦 不用交接 這個顧主委找 所以吳遠鴻 這個金管會在2016年 有提出一個 電子化支付比例 五年倍增計劃 到2020年的時候 希望藥保國國電子化支付比例 提升到52% 目前進行的狀況如何 比例上到什麼程度啊 目前 到108年12月底為止 電子化支付的比例大概是 40.91 40.91哦 是 那有辦法到今年年底 達到52%的目標嗎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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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現在正在看那個 有關用ATM轉帳購物 這個部分如果能夠納入 電子化支付比例的計算的話 那就有達到的可能 那如果沒有將這個 ATM轉帳購物的交易納入的話 那確實達成 會有一定的困難 那達成困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也跟人家談過這個問題啦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的現金支付非常方便 跟日本的情況很接近 第一個我們新台幣 偽造的機會低嘛 比例低大家對新台幣有信心 第二個我們領錢方便啊 我們一天24小時隨時要領錢都有得領啊 然後幾乎走到哪裡都有ATM嘛 所以是不是跟這個有關啊 我們的環境跟日本很近似啦 也就是說一樣就是說 我們的現鈔支付的環境比較不怕被偽造 同時我們的治安相對來講也不錯 所以很多小吃店商家等等 他們說現金不會感到有一些過度的擔憂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ATM非常的方便 所以領取現鈔也非常的方便 那要用這個電子支付的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原因是不是以後這樣子地下經濟會比較少 電子化 稅金比較能夠激增得到 我想電子化支付的比例要提高 當然主要不是應該在說一定要去弱化地下經濟等等的 我想主要還是在強調整個支付的便利性 那麼對於多元的一個支付工具 我們都是鼓勵的 但我們也不會因為鼓吹這個電子化支付呢 而去完全抹殺了這個現金支付的一個功能 好那你請稍待一下 那財政部蘇部長 蘇阿莫 蘇部長剛剛問到問題是說 如果電子支付的比例大幅提高之後 是不是以後在稅圈的激增上面你們會比較方便 委員好我想這個部分的話我們確實啦 就是說如果能夠透過電子支付他的金流 有相關的資訊可以讓我們知道的話在掌握稅源的部分 應該是相對比較好一點 信用卡在網路上的倒刷通報金額每個月高達1億 從2016年之後年年往上增加很快 到了2018年整年的倒刷金額高達23.59億元 幾乎快要24億 那這個2019年前六個月幾乎至少每個月都1億以上 那這個倒刷的這個比例這樣算高還是低啊 在比例上看起來還是低的 2019年全年的這個信用卡詐欺交易的金額大概是14億 那信用卡的簽帳總額是來到3.22兆 所以他的比例是0.04% 相對來講比例上來講是不高 那委員提到的這個2020的1到2月 相關的信用卡的這個詐欺交易的金額是來到有2億 那也也也也站也也剛好站1到2月的信用卡整個簽帳總額 簽帳總額大概是4900多億的比例也剛好是0.04% 所以看起來沒有大幅增加 沒有大幅增加但是這個都是 主要都是未經持卡人授權非面對面的交易所產生的 雖然比例不高那也沒有想辦法讓這個再降低 再降低總是有了 有對 委員講的沒有錯就是說 主要都是在網路交易這樣子的非面對面的這樣子的一個交易呢 占到了其中的93% 這樣 或者92% 大概比例上來講都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有對有採取的一些黃稻刷的這樣的一些措施啦 那這些措施對於網路交易的部分呢 比如說這個要採這個 這個應該叫3D安全認證 以外的這個交易的話 就沒有採3D安全認證機制以外的網路交易 單比到5000塊以上 或者是交易的累積次數 這國外的網路交易累積次數達到5次以上的話 要用即時的簡訊啦 app的推播啦 或者email要來通知那個持卡人 是 所以各位應該會比較長多的 看到很多銀行會提供這樣子即時 用訊息來給你 或email給你 或app的來推播給你這樣子 雖然比例不高 但是這個倒刷發生了之後 民眾無辜啊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信用卡就被倒刷了嘛 那再來的權利義務要如何處理回復 跟銀行之間 常常有曾經人在抱怨說這個程序 不是很順暢 甚至有的要到幾個月之後才有辦法處理 這一方面能不能再有所精進啊 倒刷依照我們現在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的範本的規定 這個發卡機構只要查證是 被倒刷的話呢 那不是持卡人的責任 都是由這個發卡機構要來負責 這個 道理當然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是說 有陳情的個案在在的表示說 規定是這樣 但是他要去弄清楚恢復這個權利 他不知道他被通知說你有刷這個卡 發現被倒刷之後 去要求這個發卡人來處理 常常要經過很久的時間 有的甚至要幾個月 對他們來講這也是一種煎熬啊 這個有沒有辦法想辦法來縮短這個時間 規定我們很清楚啊 規定當然是這樣 因為不是他做的 當然不是他負責嘛 現在當然是說如果這一筆錢你 已經還沒有付出去當然就暫停了嘛 如果已經付出去了 發卡機構確實要去查證啊 是 那這個查證的確實要有一點點的 一點的時間啊 那這個時間上我想 發卡機構 如果說 認為有一些 還要再改進我想我們可以來來檢討 不過 基本上來講因為這個會涉及到跟 到國際上去做相關的查證啊 所以確實需要一點的時間這樣子 好那今天討論的這個議題就是資産的問題嘛 我們就以議員2016年那個被國際駭客 盜領後來當然這個俄羅斯的這一些 犯罪集團後來有被抓到 那像這樣的狀況 以後還會不會再發生 還是那個漏洞全部都有補起來 ATM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相關的一些 安控的一些機制了 那 所以現在到現在為止應該 他主要還是一個 有一個透過 特別是透過 境外的一個來直路嘛 對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 是不是能夠請議員或者是來說明一下 誰 第一銀行的董事長 好不然拜託廖董事長來講一下吧 廖董事長請 以那個事情為例了 當然那時候不是你在任啦 董事長 2016年那個案例你記得吧 你們那個被俄羅斯的那個駭客集團 用遠端控制然後ATM吐錢出來讓他們領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從發現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除了檢討以外 我們在第二年就成立一個專責的 世衛安全的安全處 來專責來處理 我們後來做了一些 譬如是伺服器的安全的整個隔離 然後做一個防火牆的隔離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在員工的電腦 因為他透過員工電腦 跟網際網路過來 所以我們把員工電腦跟網際網路就把它隔離 這是第二點 另外我們也有做一些透錢的帳戶 在防止伺服器的密碼 帳戶密碼被到期 所以我們用雙音質的認證 另外我們也建立了APT的徵收系統 來防止這個APT的OE的程式的這種 來會他們的駭客 另外我們也建立了ATM的白名單的系統 也就是說在這個系統裡面 如果我們ATM 我們自己會收定一些我們內部的系統的機制 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機制他就會把它擋掉 好那也就是說簡單講說 已經都漏洞堵了以後不會發生 那也要提醒金管會跟銀行注意 因為中油的例子 就是剛剛就是這個月月初 區上個月底剛發生了 那個資安的防護是非常重要 請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剛剛您提到一個是內網外網 要做一個隔離的問題 那這個 我們的檢查局非常重視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駭客 那這個要做好駭客的攻擊的防範 這兩個部分 我們甚至在駭客的攻擊上 都有做攻防的演練 這樣子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我們要先請總裁 請總裁 請楊總裁 我是覺得是安全的 那這個 我是不是來請我們的 好 沒關係 就這樣就好 好 請教一下 就是昨天啊 央行飆售兩年起的定期存單400億 兩年起的利率是0.37% 比這個月的4號 央行發行一年起的定期存單的利率 0.352%還低 發生利率倒掛的情況 非常的罕見 請教總裁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第一個 據我了解 我們的一年起的定期存單 我們飆售是1700億 就是說 量的問題 量的問題 那這個只有400億 第二個呢 因為這個兩年起的呢 它的反應比一年起的還慢 因為這是一個 expectation的一個關係 那基本上呢 如果說來跟400億 要那個兩年起的跟兩年 要上一次兩年起的 一年起的跟一年起的來比較的話 他們所減的那個幅度呢 大概大概是一樣的 我的理解 是不是外界 預期央行會進步降息 你剛剛講也講外界的預期 那是不是外界金融界 在飆售的時候 預期央行會進步降息 我據我了解呢 就是說昨天的飆售比較 比較多的是外商銀行 是兩家外商銀行 那外商銀行就可能 據我的猜測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本國的銀行呢 它積極的在紓困 就是說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放款的這個部分 它有在在那個 那在外商銀行的部分呢 因為在中小企業 它在中小企業的這個部分 比較少 那也可能也是受到那個 經濟景氣的 不好的一個影響 所以它的資金可能會比較多 那外界一期 央行會進步降息 總裁 意估是第三季 還第四季會降息 當然呢 如果說以台灣目前 我們的操作歷歷一個月 我們來講 就0.34% 基本上呢 應該是還有降息的空間 但是呢 就是說這個 我們還 因為第一季呢 我們就已經降了一馬 那我們持續再來觀察看看 觀察看看 看國際的 其他的央行的 降息的情況是怎麼樣 還有我們本身 我們的防疫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再來做檢討 特別是 我們的降息呢 是由我們的 歷歷的調整 是由理事會來決定 好 麻煩請 顧主委跟部長 一起上來 顧主委 部長兩位 請 一起 三位一起 三位一起 請教三位 先請教總裁 今年的GDP成長 會不會是副成長 如果說 以我們DG的1.54%來看的話 還有到目前 最近的 就是說我們所收集到的一個資料 到5月 因為 Focus的 它的一個預測呢 都是 隨著時間的經過呢 很多都會調降我們的 的 經濟的成長率 那 我們來看了 就是說 在 在 22家 最近 22家的 國際機構跟 投資銀行 所做的一個 的那個 Focus的 他們 到目前有 22家裡面 只有9家 是我們是會付的 那 其他的都是正的 那所以央行的預估 我們預估呢 會在我們第二季的理事會呢 我們會提出來 所以你認為不會是負數 我這個 這個就是說我們還是繼續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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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掌握那個資訊 好 寶一有沒有問題 寶一的話 以目前 我 我 我現在呢 我也不敢說 寶一有沒有問題 因為 那個 經濟的那個 Information呢 是陸陸續續進來 那這個呢 我們大概在6月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我們第二季的一個預測 好 那你認為 疫情什麼時候 會 會 警察會復甦 如果說以國際來看的話 國際 以目前國際來看的話呢 他們都認為第二季呢 是不會的 是還是惡化的 那我們台灣呢 目前 以目前的疫情來看呢 我們台灣是 還是 控制的還好 是不是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 小而開放的一個經濟體嘛 那畢竟還是要看國外的一個經濟情況嘛 所以呢 在這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 國外的 國外的經濟 經濟成長 還有就是說 它的貿易跟 貿易 這個當然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一個經濟 即使是說 我們的防疫的 很好的話 所以第二季 副輸的情況還看不到 對不對 第一季 我們的第一季呢 第二季 我說第二季看不到 對不對 第二季還是看不到 好 那假設 副輸會成L型 或者V型 或者W型 那當然啦 就是說有很多都是這樣 有的猜測就是說 是Nike的那個形狀 那有的說是U型 那你贊不贊成Nike的這種打勾的情緒 我也是覺得就是說 我也是覺得好像就是說 就是好像是Nike的這個 這個形狀喔 好像比較合理啦 好 另外 我接著要請教各位 包括總裁 是 部長主委 你們三位 是中華民國 最重要的 財經部會所長 關係到 國家經濟未來的穩定發展 尤其現在 整個經濟 會受到疫情的影響 必須進行相關的紓困 跟振興 剛剛媒體已經報導 華會 陳美玲主委 已經接到通知 確定 不留任 那總裁 因為你是任期制 所以你沒有問題 我要請教 蘇部長 接到通知沒有 確定留任 這個應該要等到 正式的宣佈才可以吧 那 對 所以簡單講 要正式宣佈 當然 那 簡單講是接到電話了 我這樣解讀 對不對 顧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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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還沒有確定 還沒確定 你電話還沒接到 就來這裡開會了嗎 剛剛不是 你這個 模糊喔 因為 部長已經接到電話 那你 還沒有接到電話 還是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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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還沒有接到電話 對不對 就還 還沒有確定 不是 那 有沒有接到電話 還沒有 最後的確定 喔 那 那部長 那主委 那有兩種方式 還沒有確定 一方面 我像 我認為 那 高升的機會 也不小 對不對 還沒有辦法確定 喔 那這不錯 至少 那我再問個問題 至少 金管會主委以上 對不對 也不確定 這個 這個 為國家服務 公普 應該沒有什麼 職務 大小的問題嗎 好 我不為難你們 好 最後幾個問題 因為 蔡政府 過去就在之間 防疫工作做得不錯 但是 未來產業的紓困 跟振興 面臨重大的挑戰 那 在未來紓困 還有振興的 上面 方面 有沒有 更具體的措施 我就請 三位 各講一項 總裁先來 獲得兩項 您想講 有沒有 因為其實 蔡政府 或520 整個改組之後 面臨的是經濟的 紓困之振興 那三位是國家最重要的 財經 頒遠 你不能講說沒事 沒有意見 據我了解 就是說 因為 以那個 我們的主計總處 他掌握住他的 就是說我們紓困的 這些的資金 對於我們最終 GDP的一個影響 我覺得 以主計總處 他掌握的資訊 是比較準確一點 那根據這個呢 根據他所初估的一個 看法呢 他 2100億 是不是 我們有2100億 對 還有一個 就是 以反G級 1400 1400 那加起來 但是呢 他有估算 大概就是說 這兩個呢 他對我們 金人的GDP的貢獻 大概會有 0.81到1%的那個貢獻 所以呢 如果說 這個在G級方面的話呢 如果說是 這個 3500億的這個 如果是 能夠來執行 執行的 很好的話呢 我覺得啊 主計總處的這個 出估呢 應該是 應該算是 概述呢 應該算是可信 好 顧主委 簡單就好 我想 現在 紓困 的階段來講 昨天 龔政委 一起 跟我們召開記者會 現在 有關提出來的這些相關 公 各部會紓困的方案 以及自辦 銀行 各銀行自辦的部分的 提出的這個 展延 跟 新貸的部分已經超過5000億 所以我們覺得在 間接金融的這一塊 銀行 扮演了非常積極 紓困 參與紓困的角色 那我覺得現在當然因為這個 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是在一個 沒有本土案例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開始 盡快的來考量進入正興的階段 這樣子 好 謝謝 部長 我想可以分兩個部分 財政部首主管 大概第一個在資金面 就是公股行庫 能夠 這個積極的來提供資金 讓企業面臨這個 經營困難的時候 有一個 移運資金的這個需求 讓它度過這個難關 那這個是我們在資金面的這個提供 那在財政政策方面的話 當然配合主席總處 我們在財政的穩健的原則之下 那我們提供了這個所謂 適當的財源包含舉債 還有這個相關的租稅的行政措施 來讓企業度過這些難關 那麼我想這一部分 在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在財政政策 跟這個所謂的 工股方面 可以提供資金的這個紓困 還有這個未來政經的需求 我是希望 因為三位身兼重任 能夠隨著疫情 或者經濟的情況 隨時檢討 能夠提出更重要 更具體的紓困 跟政經措施 來協助廣大產業 還有超過一千萬的勞工 度過難關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賴斯堡委員諮詢 謝謝 謝謝主席 請一下顧主委 還有八家行庫的這個董事長好不好 好 請顧主委 跟八家行庫的董事長 是 那位 主委好 雖然 你剛剛總辭了 不過我習慣還是叫主委 可以叫我顧先生 顧先生也可以 顧主委 顧前主委 然後顧後主委 也都一樣 來 我請教主委 因為今天我們談資安 我的Q牌是資安的問題 我就請教主委 還有所有的董事長 國內的銀行實施QR Code 支付服務的時候 是否都遵循 金管會所發佈的金融機構 提供QR Code 掃描支付 運用安全控管規範 的辦法 是不是 就安控基準的部分 要遵循這個 在相關的這個 這是金管會發佈的嗎 對 要遵循這樣相關的安控 我們後面的董事長 都有遵循的請舉手好嗎 通通遵守 很好 第二個問題 我這個都是很簡單的問題 這裡面 你這裡面的安控規範 你的第六條 第八條規範得很清楚 就是QR Code 處理平台 必須要核對 商店 提供的支付資料 以及付款客戶提供的支付資料 這兩個要完全一致 顧主委 這是你的規範對不對 第六條 第八條 對不對 就是我要比對一下 我要比對一下 商店提供出來的 跟顧客出來的 要一致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其他大家什麼配什麼配 之後 大概都會馬上收到 比如說我去配了 我會收到 這個你們的簡訊 銀行都提供這樣的服務 對不對 說我在什麼地方 消費多少 這個資料 要一致 這個QR Code 這裡的第六條 第八條應該談的就是說 一個是傳輸過程的完整性 是 隱密性 另外一個是要去辨識 這個QR Code的來源 那如果沒有這一個驗證通過的QR Code 原則上要拒絕執行交易 是 這個 後面 你們看到這個嗎 PowerPoint都有嗎 這個 我們一兩個都這樣 請問 這個 財經公司 也一起上來好不好 這個QR Code的 這個財經公司 在設定相關的基金標準 請問 林董事長 是不是這樣做 你們是不是這樣做 是的 就是剛剛主委講的 這個是在驗證QR Code 它的來源的辨識 是不是正確 是的 那各營養都有做這個事吧 這是你的事還是各營養的事 還是通通要 這個是 如果涉及到跨行的時候 是大家一起 一起來嘛 但是客戶也是要嘛 是 好 你先不要走 那個 林董事長不要走 請問財經公司啊 你們推出的QR Code 共同支付標準 及跨機構的共用平台 是否有遵循 剛才我唸到的 金管會公布的金融機構 提供QR Code 掃描支付 運用安全控管規範 有沒有 是 要 絕對 好 再來的話 對於加入 你所提供的 共用平台的銀行機構 他提供的QR Code 支付服務 是否確保交易安全的 來源識別性 一致性 完整性 以及不可否認性 有沒有 是的有 確定都有喔 是 那個後面的集會導致上 都都同意吧 有不同意的舉手好不好 你也不同意 總統同意 好 不過 我再請教一個 對 老百姓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幾乎 幾乎 我 Apple Pay 什麼Pay Line Pay 台灣Pay 我們都知道 這個QR Code 其實今天排這個題目 我就是發現到 財政部 部長可以的話 請部長一起喔 您懂事先不要走喔 蘇部長現在稱你 蘇部長還是蘇先生 還是蘇教授 蘇教授都可以 不是 因為你原來 你基調任期到了不是嗎 是 所以你不 你不回去了 沒有我 學校已經請我 天規見 申請書 但是你要 當部長呢 繼續當部長呢 這個是 可以 可以趁我蘇先生啦 不是 你繼續當部長是比較 我 我跟顧主委一樣 不是 你是比較無奈的當部長 還是 樂於當部長 還是說 一定要回去當教授了 學校叫你回去 你不要回去 我看起來你不要回去啦 我這樣解決有沒有錯 委員 我不曉得委員 這個 那我的意思是說 有媒體說 你要規見學校了 要回去當教授了 可是今天看起來的感覺 不是 學校是要求我填規見申請書 是嗎 可是你不要嗎 你拒絕學校了嗎 沒有那個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什麼叫一定要做 就是規見申請書 一定要申請 一定要提出申請 是啦 學校要你規見 但是 你還是申請 你希望 再Extend 是不是 這個 剛才我已經答覆這個 曾委員了 所以確定了 我想你的情況跟顧主委不太一樣 應該 應該 一樣啦 都還沒確定 我剛才就有說過 還是要等到正式的公佈才 你的不確定跟你不確定不一樣喔 你的不確定 可能部長或者是教授 回去先生是教授 對不對 顧主委是 主委或者副院長 這不一樣 委員 可能回去當律師 這個 有這個形象嗎 那個 委員 你稱我們多 蘇先生或是顧先生 都比較確定 這比較確定 我知道你先生 你是先生不是小姐 好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兩位都有關係 都有關係 都有關係 就是 我們在支付 在 行動支付的時候 都有給我們 簡訊嘛 可是轉賬的時候 沒有 今天出現問題 出現到有媒體報導的 說這裡面全國繳費王 這裡面有兩家 有銀行出現了 它裡面 銀行的 在這裡面沒有改好 產生資安的漏洞 我就請教 請教顧主委 來顧主委 可以不可以要求 要求以後轉賬 轉賬也要用簡訊 傳給轉賬的人 因為在美國 已經發生了 台灣甚至於台灣 也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就是啊 比如說 賴斯堡名字對 賴斯堡的賬戶也對 可是 他就轉到別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啊 把我的錢轉走了 已經發生囉 國外已經發生了 這是資安的問題啊 所以在轉賬 我在付錢 我如果消費 我會得到簡訊 銀行告訴我 我付哪一筆錢 可是轉賬的時候 銀行沒有告訴我 對吧 請問銀行 後面幾位銀行 的董事長 當客戶轉賬的時候 有發簡訊 告訴他 你轉賬的請舉手 都沒有啊 銀行都沒有啊 轉賬 我講轉賬 對吧 我請問你們 我的問題 聽清楚了吧 聽清楚 你們都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當各位想一想 你在轉賬的時候 說我這筆錢 我要轉給 我們證明之後 我簽到多少錢 我轉個一萬塊給他 沒有人告訴我啊 我本來轉一萬 就不能轉十萬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現在又我不知道 我在消費 我消費一萬塊 我就會馬上很快的知道 銀行就通知我 你在什麼地方消費一萬 我如果發現有錯 馬上去查 可是轉賬的時候 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來 您董事長還不錯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實體的ATM 他會用實際的金融卡 去做轉賬 這一塊不會通知 那會在存折上面顯示 如果是透過電子設備的 這個根據現在的資歷規範 各銀行都有按月去提供報表 E-mail給 按月嘛 是 這個董事長 你一講就把線都漏了嘛 按月不會負期啊 按月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信任口就被人家拿走了 他把我刷了一大堆 還有美國的什麼什麼 什麼調查局 要調查我啊 後來的證明是倒刷 也是按月以後 是 要即時啊 為什麼你們可以 我今天消費的時候 馬上給我 可是為什麼轉賬的時候 要按月 能不能做到即時 這個可能要看各金融機構的作業 跟委員報告 後面的董事長可以 以後未來做即時請舉手 走 你轉賬了 我馬上告訴你 轉什麼賬 可以嗎 消費 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來做 這是屬於自律機制 是 來來來 你是音樂公會董事長講一下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 包括剛剛所講的QR Code 掃描支付 應用安全控管 這個都是屬於自律機制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公會 你們來處理好不好 你公會來處理 好公會來 你是公會來處理 好 我要求做這一點 好不好 你們去處理 好 最後你們幾位都請回來 包括顧先生 蘇先生都請回來 我們請楊總裁好不好 請楊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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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請進轉論題 賴文豪 你好 是 我看你剛才已經回答 曾偉雲你所有相關的問題了 是 那今天其實 大家都 在美國 美國世界的經濟總統 對不對 都認為美國可能負利率 川普也會想要求負利率 可是FED主席Boward他反對 所以請問你美國不會負利率吧 據我了解 美國FED一貫的他都認為負利率不適合他們來實施 你剛才提到說景氣是Nike Nike接近V型反彈 Nike很好 Nike就是打一個打鼓 因為Nike為什麼就說是Nike 因為就是說它是下去了以後 那然後呢它是慢慢上來的 不一定啦 像打鼓很快啊 那如果說打鼓的話就相當於V字型了 所以我的意思 Nike是打鼓的啊 是慢慢的啦 我就說劣勢 但是呢 我也不是說是它是很多俏的 而是是很緩慢的 那個就不是打鼓 那不是Nike的 你這麼說 Nike 比較像啦 我們有時候就說就是它 FED主張啊 因為他這個撒錢已經撒太多了 你看 他買國債買公司債 是 什麼債都買錢 現在就是直升機撒錢啦 是 但Boward也說了 對 應該美國應該採取財政的支出 是 沒有錯 是不是 是 財政的工具啦 是 請問那台灣 我們現在特別預算 也是上兆了 也是錢也是撒了不少出去了 我們這次 是不是 貨幣政策已經到頭了 請問你是不是 貨幣政策 在 所以呢 美國的情況跟台灣的情況 就是說各個國家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這一次的疫情 大部分還是以那個 大部分還是以這個 財政政策為主 那貨幣政策呢 只是說提供流動性 它的角色呢 就是提供流動性 財政政策簡單來講就是 就是 就是 拼命在舉債 都是用槓框 但是呢 就是說在短期之間 這個就是說一個循環性的 它這個不是結構性的問題 而是一個循環性的問題 那循環性的問題呢 最 最 最直接的呢 就是說 你要把錢打出去 讓消費者呢 拿到這個錢呢 那能夠消費 那這個對 對GDP呢 會比較有貢獻 那你現在的利息 把它下降下來的話 你要刺激他的消費 包括你要刺激他的投資 都不到容易 所以 就是靠傻錢呢 還是要靠這個財政政策 而台灣現在撒錢 撒得夠不夠 還要不要繼續撒錢的空間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就是說是在 呃 行政院所提出來的一個主張 跟我們立法院的一個共識 這個是 就是說 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間的一個共識啦 這個說 彼此之間的 以你的專業啦 你認為 還要不要再繼續撒 目前撒的 那當然就是說要看我們 第一個 我們台灣目前防疫的情況 第二個 我們振興的情況是怎麼樣 還有就是說 國外他復甦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還是有很多的條件啦 我最後一個小問題 我就下去了 是 就是 你看起來這個疫情還在往上走 全世界 經濟並沒有 而且美國來看失業率這麼高 是 臺灣又是一個外貌導向 可是奇怪 臺灣就越有了咧 是 其他國家都這樣 虛擬咧 臺灣都是一直起立的咧 一樣的啦 原因在哪裡 我想呢 就是說 不大一樣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剛好我們今年 我們的投資 我們的投資 包括政府的消費 跟政府的投資 民間的投資 在這一塊呢 我們保留了 大概還有1.2%的 那個經濟成長率 那現在呢 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的消費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這個也就是說 你的紓困 跟你的振興 這個力道有沒有足夠的強 讓我們的消費呢 因為我們的消費以前 對經濟成長的貢獻 大概都是在1.2% 那你看看第一季 我們第一季的 那個消費的經濟成長的貢獻 是負的0.53 所以呢 關鍵還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的紓困 跟我們的振興的這個力道 足夠 足夠強 讓我們的 consumption 這個我們的消費的不 所以就是 趕快撒錢 讓老百姓有錢花 這個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下位請 您的副委員 提醒 主席 還有一位各列席的首長 是熱情那個 中央銀行的楊總裁 請楊總裁 還有顧主委好不好 顧主委 顧主委等一下好了啦 你差不多在 5分鐘再上來好不好 林委員好 那個 主委 我請教齁 為了促進行動支付的發展 那這個台灣由財經公司協同金融機構 持續的進行啊 相關的基礎設施 是 那請問便利性與安全性 你認為 有辦法 達到兼顧 而且沒有死角的地步嗎 我想齁 我對資安不是 我對這個IT啊 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個 不過 據我了解 我們財經公司 他在這一方面呢 他還是做得很好 財經公司的董事長也上來 好 請董事長 那請問他的便利性跟安全性 你認為有沒有辦法 達到兼顧 而且沒有死角的地步 跟委員報告 在便利性跟安全性 他永遠都是在天平的兩端 要去平衡的 所以在金融機構 在這一塊裡面 其實會根據交易的風險 來訂定他的這個平衡點 也就是說 如果交易金額是比較大的 風險比較大的 他的安全的機制就要更高 但是如果是低風險的交易呢 相對的話 可能在便利性上面的著重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要是說安全性提升 那複雜度提高 相對也降低民眾的使用意願 那目前啊 除了資安風險外 你認為安全性的複雜度 會不會反而成為詐騙人士啊 這些詐騙的這些人 利用的一個漏洞 來造成行動事務上的重大瑕疵 你認為會不會 跟委員報告 因為資安的東西 它是永遠都是在跟科技 跟詐騙集團在比賽的 所以它不斷地會有新的這個樣態出來 那這個資安的這個措施呢 就要跟著新的這個樣態呢 去做一些防護 因為台灣目前當然在疫情控制得已 但是國際狀況仍然非常的嚴重 甚至於 岩竹部解封 經濟重啟的中國啊 都傳呼發的這些個案 那請問以目前國內疫情的狀況 能夠說是景氣谷底的訊號出現嗎 那個重災 當然啊 現在我們都說 什麼時候是谷底 譬如說美國呢 他連準會有的 有的 有的 有的會員呢 他也都認為說 美國的經濟呢 是在第二季 是谷底 那至於就說 我們台灣 谷底是在哪裡 說實在的 我們現在都 你看不到 我們現在就說 國際的疫情結束以後 是是是 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景氣的谷底 而且這 說實在的 現在的經濟的一個變化呢 它是非常的動態 非常的動態 非常的不確定性 所以這今年呢 是比較 比較很難的去肯定的去說 那個總裁 如果六月真的是 如果六月真的是景氣谷底 那要怎麼樣來看待 國內下半年的經濟發展呢 那當然 剛剛我也有提到 就是說振興 這個振興的這個部分就很重要了 你認為振興就能夠提升 我們國內的經濟 因為主要的還是在於 我剛剛還是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的消費 我們的消費呢 如果說能夠提升的話 以往我們經濟成長率 1.2%都是來自於消費 1.2%的那個經濟成長率 都是來自於消費 那當然在第一季呢 我們的消費竟然是負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疫情 如果說能夠控制 然後呢 我們的振興呢 這個錢呢 能夠打進去 還有包括就是說 我們的大眾呢 可以到各地去玩 去消費 那這個對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 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如果還看不出是谷底 你認為六月底 結束疫情的預估 是不是有可能太樂觀 或者是六月不是疫情的 我們一般來講呢 還是就是說是 一般來講呢 都是會覺得就是說 第二季是谷底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雖然是大家都這麼說 但是呢 我認為呢 經濟的 以目前 今年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成長 說實在是非常動態的 那你認為要是說 以目前這樣來觀察 我們的GDP 保一 你認為 是不是有困難 有沒有困難 我剛剛就說 我們 我們在第二季的時候呢 中央議長會提出我們的看法 那所以呢 現在的所說的這個 現在這個 因為數據是持續的 持續的進來 外國的經濟情況呢 也持續的在動態的發展 所以呢 這個就是說 隨著時間的經過的時候呢 他的資料越來越多 然後呢 他的一個 就是說他的一個 預測的那個 準確度呢 就會越來越高 那個總裁 是 因為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是 4月 出口252.4億美元 嗯 那整體出口的動人呈現衰退 是 但是 基期 偏低下 年減1.3% 對 預估5月初 出口 人將 似乎成長 對 那年減差不多4%到6% 對 在疫情還沒有見到緩和下 那請問 財政部出口的 這些預估會不會 過度樂觀的失真 你認為會不會 如果說以 以1到4月份 我們來看的話 我們的出口 也好像 還是正成長的 我們進口 好像是 還是正成長的 那只是說 我剛剛是到 1到4月份 5月份 如果說 以5月份的話 財政部這樣的估算 因為他們 每天在 透過這個通關統計 他們是比較 數據上 他們是比較敏感 所以也就是說敏感的話 他們是會比較準確一點 那個 總裁 是 因為ECFA的期限 會 面臨啊 這個倒數 尤其是520 這個新政府後 會不會成為兩岸經貿的 這個吹哨的一個重點 依您看 這個我對 一個法的這個 我是沒有是很了解 不過呢 也就是說 我們跟大陸 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貿易關係呢 到目前為止呢 依然還是非常的密切 密切 還是密切 那你認為 到時候要是說真的斷掉以後 是不是會以新南向政策 是不是來彌補兩岸 經貿缺口的大洞 那個總裁 你怎麼看 我們跟即使就說 一個法 那個即使 假設 這是一個假設 假設的一個命題 不過呢 我剛剛還是在講 就是說 這個台灣跟大陸之間的一個貿易關係還是密切 但是以目前來看 是 因為我們新 這個現在的政府啊 都在跟對面叫囂 你認為這個對我們有好處嗎 經濟是歸經濟啦 當然啦 但是經濟跟政治是有連動 是啦 那當然啦 因為你用政治 來操作 當然 這個蔡英文連任 但是你把對岸的關係搞僵 你看這幾年 包括我們陸委會跟對岸 國台辦 海姬海協幾乎都是中斷嘛 是 而且只有僵 沒有緩和 這個是一個 先前的一個預兆 我們是真的很擔心 我認為說 我們是一個 中華民國 我們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你今天 要是沒有靠貿易 我跟 那個總裁 我相信你很清楚 包括我們在座很多財經的這些 首長 到時候我們 真的會走到沒有路啊 真的會走到沒有路 其實喔 我認為 還是經濟維除 老百姓要的就是 我生活好過一點 是 那個 你認為 到時候要是斷掉 你認為新南向政策能不能彌補兩岸缺口 可不可以 我想是這樣喔 就是說 以我們喔 整個的 整個的一個 經貿的情況喔 就是說 亞洲 亞洲的這個 亞洲之間 之間的一個關係是越來越密切啦 包括就是說我們跟大陸 南韓 日本 我知道啊 對 這個是整個越來越 越 你認為 你認為可不可以彌補嗎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它是不大一樣的 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跟 新南向的關係 其實我們喔 你很清楚 每一年我們從對岸 貿易的順差 有多少 你告訴我 對啦 是啊 我們對它的順差是很大 美金多少 是 我們 850億到900多億的美金 我們 對 我們 以前啊 就 對它的一個順差呢 是滿大的 對啊 這個是沒有錯 其實我們還是以經濟為主 齁 那個主委你 那個 那個總裁你回去 我請主委好不好 好 謝謝 那顧主委 顧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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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我請教你 因為你用上下樓梯來比喻台股 行情的走勢 你也認為台股與美股一樣 目前啊 賬幅已經很大 不覺得有什麼 報復性的反彈 然而 有句俗語叫做物極必反 齁 那你說 台股上下樓梯也認為 現在已經是上樓梯多一些 那請問台股有繼續 上樓梯的可能嗎 或者是有 有極必要 會不會 要觀察兩個啦 一個就是說 美國 歐洲他們對疫情的控制 是不是 呃 能夠 促進一個 所謂解封 然後來促進經濟的附屬 這個我想是值得來觀察 那依您看 那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季的整個 上市櫃公司的營收 因為四月看起來 要比三月呢 要來增加了百分之0.39% 所以我們現在要密切關注 五六月 所以你看還是很樂觀 就是要密切關注 就是剛剛總裁條 大家都在 都在注意第二季 相關的表現 我們的進出口 上市櫃公司的營收等等 這個都是值得來關切的事項 那當然 整個的 呃 經濟的呼吸到底會怎麼樣 這當然跟美國那邊 跟歐洲那邊的疫情的控制 甚至亞洲相關國家的疫情控制 有很大的關聯性 主委 因為你說因為疫情的影響 這個終端消費需求的降低 今年第一季上市櫃 營收 衰退百分之6.5% 那第二季 到今天也是過了一半 歐美疫情 還是看不到反核的跡象 那請問 你對上市櫃公司第二季營收的看法 是樂觀 還是悲觀 因您的看法 我現在沒有辦法推估 我現在只看到4月的營收要比3月的營收 反而還沒有衰退 還成長0.39 沒有衰退了 所以說看是樂觀 相關是這樣子 因為它有影響的一些行業 比如說很明顯的 對於觀光 油電燃氣業 塑膠工業影響很大 衰退的程度也相當的明顯 但另外還是有一些營收成長的行業 包括半導體業 電子通路 還有這個資訊服務業等等 都還是有相當的成長 那你認為目前我們是不是景氣的谷底 現在大家都還不太敢說 這個整個疫情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疫情的控制是在 問題是在於 這個疫情好像 他會有無症狀感染等等的 所以他在開啟這個經濟活動的時候 會被造成第二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尬規模的感染 可能是大家現在最擔心的 因為還沒有得到一個有效的 一個解藥跟疫苗 之前 這個憂慮 這樣子的憂慮 始終會掛在所有的人的心上 好 最後一題我請教 因為本國銀行第一劑 及第三月 及三月獲利 分別比去年同期大幅度的 衰退 一個是16.9%到 其44% 而海外分行 及國際分行 業務 業務分行 OVU 也大大量 整體呆帳的準備 那因應可能因為海外 採地雷的信用風險 那 請問你認為第二劑 本國銀行獲利有可能好轉嗎 我想 各個地區的狀況 可能都不太一樣 不過疫情確實會影響到 這些 我們海外分製機構 他們所重視的 這些台資企業的 這個受信的動能 我想這個 那 預期換款的部分 是不是會因此增加 我們也要密切來關注 對啊 你會不會因為疫情延續 而獲利更為惡化 您認為會不會 現在當然是希望 預期換款的這個 金額在海外地方 不要大股的增加 那受信的這個動能呢 如果 還是有一定的維持 就是說不要衰退太大的話 雖然也許 我想今年的獲利 看起來應該不會比去年好 因為去年創的歷史新高 基期很高 所以不太可能是比去年高 但我們當然是希望 這個 兩年的差異的金額不要太大 還是可以維持在可以獲利的狀態 OK 好謝謝 好 謝謝令委員的質詢 下一位請蔡碧如委員質詢 請 好 主席好 我們有請總裁 楊總裁 楊總裁請 蔡委員早 總裁早 昨天其實本席有跟財委 也會一起去參觀的財經公司 那聽到了楊總裁 我跟本席報告了一下 台灣配的一個發展狀況 那總裁說未來財經公司的目標 是要做行動支付 轉向做QR Code的這樣的一個 共通支付標準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 就財經公司的台灣配 現在在台灣行動支付市場上面的佔有率 那如果我們把在做淘寶 跨境的一個 一支購的那個 玉山銀行拿掉 其實剩下在台灣配的一個交易 就只剩下大概是14%左右 那目前台灣最大的行動支付 我想總裁知道 應該是接口支付佔了55.2% 那第二個是LiPay佔了21.7% 那昨天那個財經公司的林董事長也說了 台灣配的交易中如果去掉各種歸費的部分呢 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用在行動支付上面的 那我昨天有要求說可以送一份報告給本席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做資訊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台灣配雖然今年看起來是有在成長 但是其實他跟其他的民營的一個行動支付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呢本期想要問的是楊總財業 財經公司的一個股市的市場不大 但是卻想要統一用QR Code來支付標準 請問一下你們有跟其他的行動支付業者討論過嗎 那其他的行動支付業者 譬如說排名第一名的接口支付 LiPay他們的意見怎麼樣 這個我是不是請我們董事長來跟您報告 好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其實QR Code共通支付標準呢 其實是讓所有的支付機構去適用的 那國內呢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市場 所以呢要參加的這些呢是自由來參加的 那當然我們也跟這個市場上的支付業者都做了一些的討論 原則上大家都認為說有一個共通支付的標準 是有利於民眾跟有利於商店的 但是基於這個商業競爭的考量 他們會什麼時候加入來加進來 用什麼方法加進來 其實這個應該是看各機構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經營策略的考量 是所以本期知道中央銀行有去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然後就是要做這個這樣子一個 電子的那個跨境的一個平台 那其實其他的國家有同意想要幫QR Code這件事情 其實也有很多國家是把他這種事情呢 給一些民營的做 譬如說做前段Post機的廠商去做 譬如說新加坡啦 所以本期要在這裡建議中央銀行 還是要多多的跟一些民間業者溝通 避免與民爭利 其實讓一個市場自由去競爭 我想這是本期一貫的一個立場 那我們請那個顧主委 想要請教一下這些那個 來 主委請 是 是 那個其實本期有在這裡問過 因為那個做這個電子支付的跨機構的共用平台 本來是說在今年3月要上線 但是呢這個就是 當時有跟行政院提出一個書詢 那當時的回覆是說 見過這種共用的平台要修改電子支付的條例 那現在據說 上次中央銀行是回答我說這個條例卡在京廣會這邊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顧主委 現在電子條例的進度如何 那這個會期會不會送進來立院審理 電子跟電票的整個的條例已經送行政院了 那相關的條文我的了解討論已經到最後階段 所以這個會期因為可能五月底就要結束了 是這個會期來不及的呢 還是要等到下個會期 我們是列為優先法 我們是列為優先法 我當然還是希望這個會期能夠送 我的期待 我的期待 現在就是說 院內的討論應該已經告一個段落 最後再做一些條文的整理 我們希望當然盡快送進來 那跟委員順便報告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財經公司的 這個所謂QR Code的共同標準 因為在這一個條例裡面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就是能夠跨機構的轉帳 那這個部分從支付面來看會有很大的便利性 那建立這樣子的一個跨機構轉帳的一個平台之後 大家再進一步去思考共通的QR Code的支付標準 可能是一個timing 現在來講的話 施展率比較大的 他可能會覺得他用他的QR Code就好了 他不願意去加入 但是如果跨機構的時候 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QR Code的共同標準 我覺得這跨機構的這個立法的良益會打折 所以這個時候也許是一個適當的timing來討論QR Code的共同標準 這個電子支付的跨機構的共用平台 其實本席是很鼓勵的也是同意的 只是就是說 因為之前看到那個報告裡頭說 就說今年三月要上線 但是現在已經拖到五月了 就是說這個法規的條文一直都沒有出來 所以可能請那個金管會這邊要加油了 還是出位要高升去了 所以就不管了 因為這個條例 他的整個 我們其實是整部新的 類似整部新的法律 所以條文的條是相當多 所以在行政院的討論 大家要求完善 特別是法規會的意見 行政院財經處的意見等等 我們還有跨部會的意見 我們要做個整合 所以要是花了一點時間 但我希望當然是希望能夠盡快 那行政院也已經要將它列為優先法案這樣 OK好謝謝主委 那我們請財政部蘇部長 蘇部長請 下一位 蔡委員好 蘇部長好 本席在4月13號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有提出來說 為了幫助中小企業度過這些 新冠疫情的衝擊 那財政部應該將留底之境 向稅的預付稅額呢 退還給民眾 讓企業可以在手上留有現金 然後度過這個寒冬 那時刻一個多月以後 財政部昨天終於在正式公佈 我的手機也有收到這樣的簡訊 就是可以申請退還營業稅 預付稅額的審核作業原則 但是我大概看了裡頭的內容 本席認為這個財政部非常沒有誠意 前面拖拉拉拉弄了很久 那現在好不容易公佈了這樣的一個作業辦法 可是呢 卻在申請的資格上面設置了非常多的門檻 那其中呢我只是想要問一下部長 就是說 將可退還的一個營業稅 預付稅額的累計呢 以30萬元為限 這個30萬元的為限是怎麼訂定出來的 跟委員報告我的了解基本上 因為我們是授權各國稅局去處理 30萬以內他可以去 因為30萬基本上一個中型的企業進貨大概就在600萬 沒有跟委員報告就是因為30萬的話 也是我們增過業者徵信以後的一個平均數 是 所以 已經有將近20多萬家 20萬02000多家可以適用這樣一個標準 那如果他超過30萬的他可以個別來申請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們就是授權 先授權30萬以內由各國稅局來處理 他就是從速從寬的來核定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一切的中小企業都應該可以用得到了 對 幾乎都中小企業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30萬以內就是各地區國稅局直接就處理掉了 不用再報復了 不過本時還是覺得這些中小企業比30萬來講 對一個比如說他們發員工一個月薪水都不夠 根本就還不及 但是問題是他要留底稅額 這個不是給他紓困 這個是留底稅額 留底稅額超過30萬有時候也很不容易 OK 好 下一位我們看一下 因為根據那個加值型跟非加值型的營業稅法 第39條的規定 營業失業如果因為疫情的影響而結束營業 也是可以依法申請退還 應付營業稅款 但是因為這裡就沒有30萬元的一個限額的規定 所以每家企業的營業規模當然是不同 那留底的營業稅額也不同 至少也要用比例 至少也要用比例來限制 而不是用單一個金額30萬元來做限制 所以這個大概是本期想要表達一下我的想法 跟委員報告 這個第三款這個部分是因為它企業已經不再存在了 所以我們要前額退給它 現在我們這個30萬說企業還要繼續存在 那麼它 我們30萬是要重數重還重減 讓各地受錢國稅提供那個 那如果超過30萬它還是可以報復來個別來申請 所以基本上這個限制只是一個比較快速處理一個方式 這個限額是快速處理方式 並不是表示說我們就不做這樣子 可以簡化一個相關的行政程序 其實財政部可以從善如流來回應 本席提出來這樣淨向稅額的退稅 其實本席是還是覺得 財政部有想要做事 就是在這次的紓困裡頭 還是因為還是要想辦法的去幫助這些中小企業 那這個可以考慮看看是不是可以馬上取消這個限制 還是你們覺得就是說如果還是這樣就夠了 那本席還是給予尊重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這個大部分的這個 中小企業都OK了 對對都是用 因為很難就是說那個流體稅額到30萬 OK 好謝謝謝謝部長 謝謝 好謝謝蔡委員的諮詢 下一位請郭國文委員諮詢 請 主席我先請顧主委跟蘇部長 顧主委、蘇部長、兩位長官見 市委郭委員 兩位好 兩位一大早我們許許多多本委員會委員都關係兩會的這個動向 那如果就傳聞來說的話 將來的這個整個副院長人權是從財經部會的這個首長來選擇的話 我覺得在目前的這個行政高層也好或府方或院方也好一定有它的理由 畢竟呢在防疫之後呢就要振興經濟 在防疫之後呢相關的這個景氣要如何拉抬 要借重於財經人才 可是我今天早上聽到喔 那個顧主委一直強調說要回去當律師 那蘇部長呢你又說要回去當這個教授 我聽了有點擔心啊 因為本黨重新執政之後的財經人才非常非常的匱乏 如果躺過在5月20號之前啊 有收到電話的話 我個人啊是很希望兩位留任或高升啊 不知道兩位看法如何請說 我們現在是總辭代命中 剛剛已經被叫了好幾次顧先生了 所以我也不想叫你顧律師 我想還希望叫你顧主委和顧副院長 我想我們現在正在請成代命中啊 現在一切的事項還沒有確定 我還是想問一下主委 如果確實來說啦 從律師的角色跟主委的角色 能夠為國家做事 那積極度還有意義感的不同嗎 如果接到電話的話 你個人的主觀意願到底是停留 在這個主委的職務 還是要高升代副院長的職務 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一個假設 還是沒有辦法回應 好 那那個蘇部長 我想不管在任何位置 都是可以對國家的財政做貢獻 做不一樣的事情啊 那部長你還是不回答 部長你請回 好 那個顧主委 我想基本上 不論是從主委的角度 或從律師的角度 今天我們看了這一張圖 討論的這個議題 我還是擔心 雖然充滿期待 但是還是擔心 當我們要組成 這個行動支付國家隊的時候 按照這個組織架構來說 過往的一些歷往的事情 如果發生 就舉最近的例子好了 譬如講中油沛 他被害了 他加入了這一個 一樣的QR Code的 共同支付系統之後 日後的這個責任歸屬 到底要屬誰 不知道從主委 你從你的角度 或從律師的角度 這要屬於這個系統商 還是要屬於這個支付端 還是要屬於中油等等 主委你的看法是如何 治安一旦發生問題 那麼這個要看責任 具體的案件的責任 要怎麼去劃定 然後來決定要歸屬到誰啊 因為QR Code是一個支付的 一個標準 但是他要在傳輸的過程 要維持他的整體隱密性 然後呢 接到這個QR Code的人 要去辨識QR Code的來源 是不是正確 但是一定被害了之後 是之後的主政的財經公司來負責嗎 那如果講被害 以講被害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也就是說 被害通常都是外來的 外來可能是資安系統不全啊 對 或是你本身架構的過程當然有出問題啊 對 這個是要歸屬於系統商 還是要歸屬未來的財經公司的主政單位 原則上如果說他被害 那我們經過檢查的確認 他是因為在整個基安的安控上面呢 有缺失 那這樣的話當然 我們從行政機關的立場 我們會對他做相應的處置 那至於他是外來因為被害 那造成這一個金錢上的損失的話 當然都是這一個金融機構本身要負完全的責任 財經公司的那個林董事長 你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跟委員報告 其實那個資安來看 其實是整個覆蓋的面蠻大的 其實譬如說 如果用中油的這個案件來講 他是因為他受到這個駭客釣魚師的攻擊 進去之後侵犯到他的這裡面的系統 那也許是支付系統 現在中油沒有用我們的QR Code 也許是支付系統 但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跟整個支付體系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變成是單一個機構的問題 所以這個整個資安的事件 就像剛剛主委長 要看那個個案 到底他發生的情況是什麼 是因為在這個個案的這個機構 前端的機構各自出問題呢 還是提起上去 所以那個林董事長的看法 還是要視個案而定 是 好 謝謝 我記得請那個楊總裁 總裁 楊總裁請 總裁好 一般消費者的習慣 有些問題 包括2018年的8月18號的一次 2019年的10月17號 一個全球大當機的這種狀況出現 那是這種狀況 兩次的經驗 對外的說法幾乎都一致 都推給這IBM的系統商 除了IBM系統商之外 難道沒有其他的一個系統商 可以來支運這樣的服務嗎 您提到的那個IBM的這個部分 我想是不是先請財經公司 做一個回答 因為那個是跨行轉帳的系統 董事長 委員報告 像財經公司的跨行系統 它每天要處理的量是非常大 以目前來看 我們每一秒要能夠處理的訊息 要高達900筆 就是一天呢 其實我們最大容量要到千萬 那不是說一定要IBM 而是說在全球上面 能不能有這個資訊的廠商 能夠提供這麼高規格的服務 那這個部分 除了IBM沒有其他的廠商 目前來看的話 是沒有比較適合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研擬了兩件事情 一個 我們是在講說 能不能有其他的一職的平台 能夠來支運這樣的服務 那目前我們正在研擬 也正在架構當中 好 如果遠你出來結果 後來給本席 了解一下 我跟委員補充一下 現在就是說 因為這次事件 我們有在檢討 它是當時在升級 改版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一些 沒有不明原因的一些 一些 一些BUG吧 應該是這樣講 對啊 那也是系統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有在講 當然是除了說 除了IBM以外 有沒有其他替代的核心系統 建制的可能性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無論如何要建制雙核心系統 對 也就是說 一個當掉了 另外一個核心系統 有一個備用的系統 出現 對 這個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請他們 務必一定要 有在研究當中 做到 好 那主委我接下來請問你 你在報告當中 你們現在 有關於資訊資安的 這個中心的部分 已經有跟日本 簽訂這個MOU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跟美國 還有跟日本 等等的 都有相關的 這些資安情資的交流 你的報告當中 是提到日本 沒有提到美國 那將來美國 美國 我們是美國的 那個FSISAC的會員 然後還有英國的部分 日後都會擴大 這個MOU的一個對象 讓整個 這個安全網能夠擴大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美國對這個部分 也相當的重視 那這個部分 已經是屬於 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所以 雙方 對於特別 一些國家 關鍵基礎設施的 一些 預防駭客 的一個攻擊 那要做這個 甚至到達 國際規格的一個 攻防演練 那隨時有來扮演 攻擊方 然後防守方 這樣子的一種 攻防演練 每年都在進行 好 謝謝主委你的說明 接下來我想請教主委 這兩個圖當中 一個是 接下來 左邊的這邊 還有右邊的這邊 主委跟總裁 你們會選擇哪一邊 支付系統 主委 主委 你先說好 左邊右邊 您 您既然這列的這個是銀行 對 就是它裡頭 可能服務銀行跟通路的部分 來 然後 總裁 我們會連結 看哪一個 廣來銀行的信用卡 然後 你一看的話 就不一樣 左邊的部分 其實以公股銀行為主 右邊的部分 銀行的一個對象 會相對多 如果就一個消費者來說的話 我先提供好了 你不回答我先講好了 左邊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台灣Pay 右邊的部分呢 是接口支付 然後 這兩個部分的差別點 就在於這個 現階段 所有在使用上的一個試占率來說 目前為止 是以整個那個接口支付的比例非常高 台灣Pay一直以來 受到相當多的過病 連我的那個辦公室的實習生都提到說 因為折扣太少 他用Li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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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都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體驗感也非常的差 再加上步驟非常的繁雜 如果依照這種狀況的話 到底為什麼 民間的銀行不跟台灣Pay來做合作 主委你了解嗎 民間的銀行 我想 是不是要跟台灣Pay合作這一件事情 就金管委員長 不是說 看重在他要怎麼去合作 我們看重的是說 支付的便利性 所以我們現在在電資跟電票整合的這條例裡面 主委 就我的理解 拆賬利率沒有談妥 那就我的理解 接口支付之所以能夠綁到民營的銀行 到目前為止還屬於一個虧損的狀態 那個 林董事長應該還蠻清楚的 但是令人憂心匆匆的是 接口支付的部分 一直有所謂的中資色彩 談論這整個支付的系統是由這樣 佔有整個市占率如此之高的情況底下 未來的危機讓人家擔心 主委 我想我這一點提供最後一個建議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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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位請林楚英委員執行 報告文匯 我們執行到莊瑞雄委員 執行完畢以後我們休息15分鐘 現在已經接近12點了 那便要發到各位的面前 各位要用可以用 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 財政部蘇部長以及央行楊總裁 蘇部長及楊總裁請 英文好 部長好 因為今天早上政院總辭了 所以我想對於大家來講 可能今天的新聞議題當然都是討論520 那麼520當然大家除了討論內閣的這個新名單之外 我想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他們感受到520的氣氛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形式上的 除了就職典禮之外 應該就是紀念酒還有紀念幣 那麼首先我要先那個請就叫這個 財政部蘇部長的部分就是 這一次在5月8號開始發行這個紀念酒之後 好像其實銷售曾經買好的 因為首先是在設計上請聶永貞操刀 所以說整個品牌打出來之後 像我剛剛聽到的是這個 原本上一次去年 好像應該是去年吧 上市的這個歐馬 一支才1000塊 那麼現在今年520的話是到2800 但是好像才一剛開始上市 就已經現在目前 很多的這個支持者消費者 都說已經買不到了 那麼這整個品牌加值 您認為 是不是因為有找這個相關的品牌包裝 比如像這個玉山 這個十年的陳高等等 可不可以講一下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部分確實 台酒公司在這個行銷上面 還有包裝設計上面改善很多 那像這個內容 跟這個玉山高粱這個部分 那它這個是設計蠻精緻的 然後歐馬就不用講 因為這一瓶歐馬 基本上我也喝過 它去年是用豐收的名稱來做 那它就現在把它包裝成這個紀念酒 那這個口味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口味 是台灣獨有的 所以它在市面上幾乎造成搶購 目前已經銷售完成了 那所以說5月8號 我聽說5月8號才開賣 現在已經搶不到的話那怎麼辦 距離520都還沒有到 依據過去的經驗應該 有可能會再追加產量 要跟那個台酒公司這邊來看看 也沒有可能 好 那麼其實除了九代境外 當然為什麼會請總裁上來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520之後的這個套幣 目前為止喔 因為金價不斷上漲的關係 所以其實媒體第一時間 在央行開了記者會的時候 就講了五萬六千塊是歷年的新高 當然這跟金價有關 但是就像為什麼剛剛我會先請財政部 我們先講到這個紀念九的部分 就是因為找了聶永貞來操刀包裝之後 其實銷售也有時候要包含品牌行銷在內 總裁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說目前為止的銷售成績不如4年前 是因為疫情嗎 還是說是因為價格太高 又或者是說我們其實在紀念套幣上面 也可以請名家來操刀一下 我想就是說這個包裝 當然包裝是marketing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我不敢說它不重要 不過就是說以一個收集者來講的話 我想這個就是說第一個價格蠻重要的 第一個它有紀念性 那我們就說第一任跟第二任呢 它的紀念性基本上第二任就會比較 比較會decine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因為它的價格也比較高 以金價來講的話 一盎司一千七百塊美金的話 跟最近的最高一千九百是差不多了 你如果說再高的話 如果說跟以前的紀念幣來比較的話 以前的纪念币甚至它可以涨到200多percent 是不是 因为它那时候的金价是比较低 所以呢 第一个它有纪念 第二个它有投资保值 那在这个呢 它第一个 刚好我想就第二任的吸引力就不会比第一任好 第二个呢 刚好就是说它的那个价格又那么高 跟你的历史的价格 历史的 跟过去最高点的1900块来比较的话 它的账户也不是高到哪里去 所以呢 我想呢 在这一方面呢 去买的人呢 他都会思考到这一方面 好 因为黄金当然它有投资保值的作用 其实刚酒也是一样啦 只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金价相对来到的是一个高点 如果说在56000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 除了您讲的是第二任之外 也有民众会认为说 这个金价就是比较贵啊 所以56000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卖的比较不好 会不会有担心说 那在这个销售量的部分 甚至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部分 到时候还去给它融掉 然后卖的不好 我想呢 就是说 这都是有纪念性啦 第一个 我们现在虽然是 这个不是最后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呢 还可以零贵嘛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个网购的时候 我们限制就只能做 买一套 但是呢 你零贵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了 所以因为你网购就只有一套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要买五套的话呢 那我就受到你的限制啦 但是我们连贵没有受到这样 所以我们看看它的final 它的最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了 到目前为止呢 如果说以网络来看的话呢 金币是大概就只有一半啦 那银币呢也不到两成啦 这个不过我们来看一看 那这个呢 我们会一直一直就说 会放在那摆在那边 让民众来购买 那总裁认为 如果说我们可以再请一些民家来操刀 在纪念币的设计上面 可以更有 那这个我们可以 收藏价值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 考虑对不对 因为不然的话永远就是说 政府元首的两个形象的大头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纪念币上面 让他更能够拥有保存性或特殊性 那不只是随着金价 做一个涨幅调整之外 那么设计性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对我们可以来考虑 好那么另外当然呢 呃我们那个 总裁可以先请回 主席有请顾主委 来主委请 是林委 顾主委好 呃我想刚刚刚 当然前面几位委员都有讲到电子支付的部分 那么在前今晚会主委 李主委他曾经讲说2020 我们的电子支付比例要达到52%啦 那么我们来看108年的话 现在是只有40% 那109当然只到第一季 但是距离52% 事实上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么我们来看到 我们现在如果要讲什么pay什么pay 其实很多民众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台湾pay lightpay然后接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都觉得那个就是不用拿钱出来 你有一个手机 你就可以BB 然后我就可以把钱给付掉 但是事实上 我们是必须要搞清楚 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 专营的电子票证的机构4家 然后专营电子票证的银行1家 专营电子支付的机构5家 然后专营电子支付机构有23家 不论如何他零零总总加起来33家 如果再加上经济部 何可的有3000家以上的所谓第三方支付 我为什么会把他们念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专有名词 对我们财政委员会上面 不论是出席的官员 或者是与会的委员 我相信可能有许多人 都甚至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很多民众一定会更confuse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到底 我们怎么来定义推广 这个我们认为 我们希望在官方所推出的台湾配 而民众愿意又会想要去使用呢 主委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电子支付的这个定义 是指说现金以外的这种支付工具 都算电子支付 那另外国安会有定义一个行动支付 那这个就是说你利用这个 这个手机的感应装置所做的支付 那电子支付 或者电子票证公司 他们所推的这种电子支付 其实不是我们定义的电子化支付 所以你用信用卡也是电子化支付的一种 那用他的这个电子支付 用这样也是 那所以简单就是说 Apple Pay 它其实是连接到信用卡 那所以也是行动装置 那这样也归到行动支付里面的一款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定义之下 那确实会有令人这一个confused的一个地方 那我现在要说的其实是 现在金管会的政策很清楚 就是说电子支付 事实上虽然用起来 大家好像看起来说很多人在用 可是他只能在自己的电子支付机构里面做转账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功能 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扩展这一个电子化支付的比例 或者行动支付的比例 真正要做就是我们现在 刚刚已经有委员问到的 就是我们的电子票证跟电子支付合并出来的 这一个 这个里面会由财经公司建置一个跨机构 转账的平台 所以以后电子支付公司它可以去转账 连接到银行 银行可以连接到电子支付 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电支付工具才能够具有更大的便利性 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看到整个电子支付比例可以上升的一大关键 好 所以我要最后时间就叫苏部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配呢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财务部这边 都很希望能够来推动台湾配 那到底台湾配要怎样去定义 因为对民众来讲 其实他是三母的 我也不知道台湾配到底要怎样配 还是要做什么 到底我们怎么定位他是共通支付 还是说他就是行动支付的一个品牌 到底怎么定位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当初财政部跟财经公司 一起来推动这个 共同QR Code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 希望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那么各个银行都用相同的标准 消费者在刷行动支付的时候 不用每一家银行有一个QR Code 一个行动支付一个QR Code 这样造成消费者非常不方便 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共同的QR Code 然后让每一个行动支付业者进到这个平台上面 那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那消费者也就消费上就会比较方便 但是有一些业者基本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跟我们这边结合 所以才会造成目前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要跟委员说明的就是说 TiNPay初始的原始的初衷 就是希望一个共同的标准 一个共同的QR Code标准 那么不会因为就是说不同的业者有不同的QR Code 那么消费者身上可能要有很多Pay 比如说LinePay,ApplePay,SansomPay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只要进到这个共同标准的话 不管是哪一个Pay 它都是用相同的QR Code来扫描来支付 那么达到行动支付普及的一个目的 这是开始的时候延迟的目标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希望部长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 应该是要规划出一个立基 然后有样一个范本 让不论是民间的或是其他的各个大公司 国际的、国内的 都应该要加入 而不是让台湾Pay成为 另外一个民众选择的一个品项而已 好吗?是不是可以演你一下 我想蔡金公司一直都朝这个方向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大概就两种是主流 一个就是拿一个感应的逼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扫描QR Code 所以财金公司做的目的 其实是建置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让这个QR Code 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技术的规格 然后有一定的安全性 然后大家来用这个QR Code 作为一个平台 所以我刚刚就在讲 那现行比如说你讲到接口之物 因为他已经觉得他有一定的市占力 他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QR Code 所以我们现在是说以后如果跨机构 就是说可以从电支转到银行 银行转电支 这个整个跨机构的转账支付系统建置的时候 大家来讨论一下一个更便利的 这个共同的QR Code标准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令委员的咨询 下一位请陈嘉华委员咨询 请 主席好 我们先请那个顾主委 顾主委请 主席好 陈嘉华委员好 前回我跟你咨询那个有关TRF 那今天就是还是继续 因为这个争议一直还是存在 那我们知道就是今晚会之前 在赵峰啊庆傅啊论言啊 这些个案也都做了很详尽的调查 那今天呢本席也是要请今晚会 针对一些个案来好好调查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陈琴案 这个陈琴案它是跟星光丹凤银行 有两个这个一个乡李李清香 一个副李林书伟跟一个这个副公司 刘嘉隆先生去兜售TRF 然后呢平仓的这个金额呢 是有17万3千美金 然后呢 这两个那个银行主管就跟他兜售另外一笔 那个TRF 然后说这个权利金有18万美金 然后就骗他说你这样子本来有风险 就变成没风险下一张 然后继续呢 这个公司负责人就去投诉 就去跟金晚会陈琴 陈琴之后呢 这个金晚会的主管就接受陈琴 然后陈琴内容就说权利金呢 透过那个五种模式的计算 有49万多的美金 但是银行只给他18万美金 所以这个权利金有争议 然后到金管会去陈琴之后呢 金管会回公文说 这个20万的权利金是没有错的 就计算后是20万 然后陈琴仁跟金管会要这个佐证资料 然后金管会也不给 那主委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金管会存在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这个让投资人放心 就是说金管跟金管会投资 然后权利金都是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议 那主委你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呢 跟委员报告 我想分两点来说明 第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是个案的一些事实上的争议 我现在没有办法来继续回复委员 那主委愿意来 那第二点 第二点 离清这个争议吗 委员让我讲完嘛 好不好 我知道 我说你愿不愿意离清争议 不是你让我讲完第二点您再问嘛 好不好 可以吗 那第二点就是说 事实上这种案子 已经发生在102年103年 那之前 在上个会期已经有很多位的委员 都对这些有所意见 那我们当时其实已经形成 跟委员之间已经在协调 但是这个案子是今年才又发生的 你不能让我讲完一下好不好 今年你时间要快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问其他不会 这个案子发生在102年103年 这怎么会发生在今年呢 今年109年啊 4月今晚会又发一个公文说 针对权利金的争议 是没有问题 是今年 而且是上个月才发文的 你只要一问我们就回答 所以今天 对主委 我就是问你愿不愿意来离清争议 愿不愿意回答我就好了 我没有要你现在 我针对第二点 离清只问你愿不愿意 让今晚会来离清争议愿不愿意 你就回答我愿不愿意就可以了 我针对第二点回答 就是说当时已经有协 我知道有争议 而且今晚会有财阀 我知道 不是我要说明的都不是这些 你让我说明一下 那我先请问你愿不愿意 第二点就是说有关上手的权利金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在其他委员协调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提出来的 那我说这个案子 我现在要讲这个案子啊 这个TIO本身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 主席你等一下要多给我一些时间 如果有在仲裁的过程当中 那么仲裁人要求他们提出 那我们就会想请他们提出 那要没有的话 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银行一定要提出 我大概就是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结论 如果您单就上手的权利金的这一个不议 我大概就回拿这个以上 但是这个案子就是今晚会 那这一相关的其他的这个个案的这个争议 我想我们不适合在这边做进一步的讨论 个案我刚刚已经跟你说 赵峰论言还有那个都是个案嘛 都可以公开来谈的 为什么这个个案不能谈 这个是可以谈的 我只是要请教主委愿不愿意来厘清这个个案的争议 因为刚刚有跟你说这是权利金的问题 好我们先请主委想一下 那个再来请主委留下来 那个财政部长 苏部长请 主委留下 主委麻烦你也留下 因为这个也跟金华也有关 那个部长好 部长好几次跟你问到那个张盈的问题 那今天还是要来谈张盈 这个之前留下这个问题 还是没有让大家来这个信服 下一张 那我们知道这个 包括主委跟部长都知道这个张盈的事件 这个来龙去脉在上个会期 已经都有谈很多了 这个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再说明 那今天下一张 今天要谈的就是说当时在主导这个调查的事议董事长 张董事长跟孙惠兰副总 那这两个人他们知情不报竟然是去做主导调查的人 这个本来就有问题 下一张 就是孙副总 因为他 他是知情不报 然后又主持人平会 下一张 那在张盈的工作规则二十二条 就是员工应有坚决信念不为一切利益所趋 但是 人平会 竟然考量受主管指示 酌情考量 记一小过 那 为什么一个 这个被利益 被主管指示的人只是记一小过 然后他的考基六分 然后吹哨者考基只有四分 这个是一个争议 下一张 然后今天要请教两位就是 整个 整个这个 东莞案被调查后 自白收回扣的主管 继续当主管 然后左营欲放呆账 负责的主管 继续当主管 没有送人平会 大陆的中科见呆案 见呆账 负责的主管 还是继续当主管 没送人平会 然后引力案情的孙慧兰主导 没有利益回避 东莞案的调查小组 由知情不报今晚会的张明道主导 不办张明道 就是两位都没有办张明道跟孙慧兰 然后调查小组 还泄露调查资料给透定人 然后去告这个吹哨者 两位知道这些 这些可恶的调查小组去告这个吹哨者 两位知道吗 请回答 以上这个问题 跟委员报告 以上所讲的您这些过程 我并不赞同 我们已经有做过完成的调查告报 并不是完全像您所讲的这样子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处罚 继续当主管继续来做 做都没事还领高的这个退休金 为什么是这样呢 都不用处罚吗 我想他们已经有行政处分了嘛 这个部分 那请说 请问他们泄露资料 去让人家去告这个吹哨者 要怎么调查 你们调查了吗 这个你们调查报告有吗 有吗 有调查这个吗 委员 您现在讲的这一些 吹哨者被告你们知道吗 我想是不是吹哨者 我其实在上个会请回答相关的 好下一张 那我们来看吹哨者 好不好 吹哨者的认定 下一张 事发之后自首的 或者是可以认定是污点证人 事发前才是吹哨者 下一张 这个拿钱的人 下一张 这个拿钱的人 是 下一张 是事发之后才把录音给张银 怎么 怎么可以说他是吹哨者呢 他只是污点证人 顶多可以这样认定 主委怎么可以认定这个人 这个诚信相领是 是吹哨者呢 吹哨者是这样认定吗 委员的意思是说我们行政机关认定的吹哨者不对 那委员可以提出来哪里认定的不对 但委员必须要具体的指出是如何的状况 而不是说引力的办法来认定说我们的认定有什么样的问题 事实上就像你刚刚提出来的 这个徐委员上次在上个会期已经有讲到 我们就认为是我们已经有调查 有调查了 然后事实上他又把相关的人的姓名又讲出来 事实上是不对的 这一点 主委 主委 你把一个污点证人当作吹哨者 你根本就是认定的错误嘛 那今天就是要 这是委员的见解 就要让两位了解 就是说银行谁泄密 彰化银行谁泄密 让人去告这个吹哨者 真正的吹哨者 部长你这边要怎么调查呢 部长你继续留任啊 恭喜啊 你接着要怎么调查呢 委员跟委员报告 我现在是请辞的状态 所以那这个部分 所以你不能回答要不要继续调查吗 这个泄密的人去告吹哨者 那你告诉我你要不要调查 那你们二位要不要调查 所以我们要怎么调查都委员要 要不要继续调查 调查彰化银行 把调查的市政泄密 让人家去告吹哨者 委员你不可以听 听片面之词 就说我们怎么样 好啊那我说你要不要调查 我没有听片面之词 就是我怕听片面之词 才请二位要调查嘛 所以要不要调查 那他们公司自己 有他公司自己的一些原則嘛 好就像刚刚问那个顾主委 刚刚那个个案 你要不要调查呢 要不要调查 回答我啊 愿不愿意啊 这个会期可能这一次 是一个最后的咨询机会 两位回答我啊 这个泄密 这个告发吹哨者 要不要调查 那个TRF的个案争议 全力金的争议要不要调查呢 跟委员报告 就张颖的案子 我们行政机关所做的调查 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没有要再重启调查 那我跟你说 张颖去泄密 去告吹哨者 这个是新市政啊 如果你有 就这个个案有任何新的市政啊 就欢迎委员跟我们提出来 好谢谢 那部长呢 还有刚刚主委 TRF你没有回答 我想委员如果有新的市政 也可以去跟我们 好谢谢 谢谢 那主委刚刚TRF要不要调查呢 TRF 您刚刚已经提到了 我们在之前 都已经经过三波的一个 谢谢 处理了 所以就跟个案的部分 你有相关的市政 这是新的啊 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也会来 好 好 感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委员的咨询 下一位请 中瑞陈委员咨询 请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也自称 叫我要来称呼你们 叫做先生 您今天是总辞吗 几点总辞的 应该是接近十点的 十点就对了 你们十点过了 你们就不应该来 十点过了 你们现在就不 你们认为 那个主委你认为 现在你是金管会主委吗 现在 这个有两种说法 有两种说法 你自己选的 你选哪一选 一个是请辞待命说 对 另外一种呢 一个是请辞 那么由常任的这个 对啦 副主委呢 来站大 这有两种 两位我很清楚啦 两位到这边来 这个宪政的关系嘛 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运作 这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啦 那不照你说 在请辞 这我也看不到 所以我本席都认为 你们今天其实不应该来 都用副手来就好了 那请辞 那不是说 那些请辞 跟议長请辞 意识表示 到达你这边 可能到达你那边 才会生效 这不是的 这是他们资议 资议的说 我们全部都种辞 种辞了 叫你说全部都不是 应该副手来就好了 但是啊 对财委会的尊重啊 这个本席还是表达这个肯定啦 那我今天 要来请教的 就是说 那我们今天照理说 是来讲这个 资讯 这个安全 资安 那整个资讯安全 其实是一种防止跟侦测 未经授权 或者使用窃取跟破坏 持续不断去做更新 但是呢 我想请教的就是说 我刚才会记 那时候赖清德院长说 2,000抗25年 他那时候说 行动支付要多少 90% 90% 对吧 对 所以其实 对 我们这个要努力的空间 其实都很大 我刚好顾主委在这个地方 我来请教一下 主席我请八大行库 我们一定是要去检测嘛 我们今天 去用票窃啊 不授权 把我们侵入 我们保持安全嘛 那问题就是说 嘴巴大家都讲啦 都讲说 我们都在做啦 有的不的 像我们银行 我记得 几年前的蔡薇就提过啦 你们整个核心系统 电脑系统 都創了几十年了 那我来请问 唯秦台警察一件 好不 部長後面那些就好 那些人去挂口罩 我才不知道 就请教这个董事长 你们一年 你会开多少 资安的检测 委外的你开多少 我保安 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 差不多 哦 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你不可以跟他说 我全部都不知道 你亲爱的跟他说 不要紧 我思考咱队 看什么人查最多 你一年委外的检测要多少 是不是委员可以允许我 查一下再来跟 没有第二个 主委 我要给你看的 我没有叫你代打 我就是要给你说 人家到底有 你们要给他要求 有做不 否划男来 划男这次要想请 你们多少 一年跟人家知道 你们的最可爱 有去送了 有的送送了 都不去完整 另外一回事 人员的训练是好事 至少你委外的里面总会有吧 能给他说 资讯安全 开什么玩笑 大家在那边做文章 这不对 你一年开多少 应该就资安的方面 海内外大概应该一亿以上 一亿 一亿 好好 来 那第一 您开多少 一年资讯的预算是大概26亿 没有没有 不是资讯的预算 我只是说资安 差不多一个月 那月月 走方多少 应该是差不多一到两亿 一到两亿 一到两亿 那台湾人人 这最大县的 台湾人大概有四亿 四亿喔 那其他都差不多了 我其实 我主委 还有部长 我今天特别强调这个 就是说 我们今天其实 大家都说了 有个火器 今天要专门来说 就是要说这部分 但是呢 在FED2 切白孙 发布报告里面 要去强化银行压力的一个测试 重点是放在疫情 对银行财务的一个冲击 当然今天这比较不一样 原本预计他在六月底前 各银行要完成这个压力测试 那台湾算疫情算缓和 我问的是 我们到底 是不是要去参考一个FED 加强版的测试 对台湾的银行来进行压力测试 有 我们相关的这个压力测试 先由各个银行 他们从这个 集合的内控内机的角度 他们去设置一些 压力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方式 那会提报到我们这边来 那我们希望他们 早一点提送过来 让我们了解 那详细部分 或者是不是请 局长要不要说明一下 沒關係 详细您去做 我其实我请各位 这个关股银行 相关机构董事长上来就是 要跟您说就是说 那座要做真 那不是做假的 我现在邀请一个老仙角 来 央行总裁 你这算今天都没争议的啦 你这任旗子的啦 对 央总裁请 庄委员 我来请到总裁就是说 我来咯 我们这个 EID 我讲有去 我们银行 原本 预计今年 十月要上路 但是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那原定你们司委说 要去国外 拿起那个仰卡 那个 跟进口相关的设备 你们现在受到疫情综织 没得到去 你们当时可以去 呃 现在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确定 对 还没有 啊 我想起来请你 再去那些人的当事长在那里 就是说 我会记得你跟我说一项 说在你们规划的资安测试里面 对 那本时绝对有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说未来你们要开放 邀请银客来测试 后的邀请 这真漂亮 这个 包括委员 这个 包括委员 这个 尽管委主委 你会听一下 你说我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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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 是要由唐凤 所以是要由唐缩称委 来主持的 然后主持呢 他要在两个地点 來請各 請那個外面的 這個就是說外面的 那就是叫做駭客啦 外面的不是 外面的阿頭啊 歐里桑 歐巴桑有 對阿對阿 就是叫做駭客 來攻擊看看 如果說他能夠侵入的話呢 那麼要給他一百萬 是啊 那這個是就是說 他要把他的這個層級呢 拉到行政院 所以你們那個鞍啦 我現在在說 去年不只是拉到這樣的層級 去年是拉到國際層級 請國際的層級來當攻擊方 這有兩個問題啦 主委跟部長有兩個問題 就是說跟參考看看 參考看看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這個整個治安的一個測試 我們現在整個設計跟系統 錢都全開下去了 說實在話啦 我都不認為 我們這些董事長你們是這方面的專家啦 但是啊 不要開玩笑啦 真的這個不要開玩笑啦 這個副主委今天我們來做這個報告 裡面也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建範嘛 但第二個問題來了 總裁 你本來說那個錢的那個駭客 其實就是叫做駭客啦 那沒關係 這樣說 那個社會會幫你學了 沒有 你剛才還說不是 我聽不懂 沒有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不是說 中央銀行要邀請 如果說中央銀行邀請 我就說 沒有啦 那個是一個層級的關係啊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儘管我們要財政務 沒有 你也要請的 那他還要攻擊我們這個八大行庫 看嘛 那重點是來的 問題來了 萬一駭客成功 你們被害成功 那我們的EID就不用了嗎 不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用這樣的一個規格 來 當然啦 那個實際的內容 我是沒有說很了解 因為資安我是不懂啦 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說 駭客如果說真的是侵入的時候 他會給他獎金 然後呢 他會把他的爆 或弱點呢 他再提升 我怕的是怎樣 你知道嗎 我如果做駭客啊 我醉翁之意不再久啊 我也不是為了你的一百萬 我是要來你掌握你EID的城市 還是你的架構 我怎麼賣給別人 沒有你賣一百萬 這整個他的過程啊 這個我是不太曉得啦 是啦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 給你講這些 讓他們做參考啦 我們也請那個主委啊 還有我們部長啊 這個部分啊 中央營養這個想法 不定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參考啦 主委我們這樣也可以做一個參考啦 部長跟主委請回 那個仲裁 我最後要向他請教這個問題 韓國董事長也請回 就是說 這次齁 我感覺看 大家在表這些 這個 這個 你議員說台灣 不太可能去實施這個複利率 本席也其實很贊同啦 是 但是你跟美國總統多厲害 你知道嗎 是 美國總統他很希望實施複利率 他說這是送給美國的大利 是 但是呢 來看的話台灣不可能去跟進 可是在上個禮拜 我們央行去標售30年的在得標的利率多少 幾% 比較低啦 比較低啦 就是說是破紀錄啦 0.769 是 8.769 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低於疫期 而且 是史上最低 那當然 那史上最低 為什麼還這麼多的一個受險公司 大家來搶買 沒來避險 所以好像是在強調我們還繼續 是不是這樣子的話 我不敢確定啦 但是啊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受險類他目前啊 他的那個資金啊 蠻多的啦 他的一個國際債呢 現在就贖回 所以他有很多的那個資金啦 包括就是說他的ETF要回來 你最近齁 你最近我感覺啊 出手的時候都感到稍微看這樣 春秋都怪怪啦 你那時候又說過啦 必要時啊 要來捍衛這個會市啊 但是最近我跟他看你 央行都沒什麼動作的 比較沒有強力的態度啦 我想可能 你的被擔心被列為這個 匯率操縱的觀察名單 是不是這個原因啊 最近是不是這個原因 那不然其實啊 我們這個台灣小啦 我們又開放 在開放 受到國際上的一個影響 都很正常的啦 但是央行啊 有時候啊 這個總裁 應該做的事情 就大檔去做啦 工需決定啦 對國家有利的啦 好不好 謝謝 當然你說一定要說工需啦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張委員的 質詢 我跟張委員跟委員會報告 我上個禮拜排 我再講一遍 我上個禮拜排的時候 並不知道 他們今天要總辭 所以排了 然後呢 這一段時間 前幾天接到 我們在座有一位長官 給我打電話 特別提醒我說 他們今天要總辭 所以我也配合 把時間往後遠一個小時 還是好事喔 沒有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而且根據憲法67條 我再講一遍 我們是可以有權利邀請他們來 當然他們也可以有權利不來 那他們願意來 各位就知道 這一切盡在不言中啦 一方面就代表他們負責任 二方面就代表他們應該是留任的啦 所以繼續來 這個應該講清楚 我們休息15分鐘 休息15分鐘喔 休息15分鐘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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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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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